让泪水不掉下来 画面上是银河古音剧团集结各界人才 制作高互动的人偶舞台音乐剧小天使海地 5月27号将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出 主办单位特别赠送50张门票 给基隆家福中心的20个家庭 让弱势孩子有机会观赏优质剧团演出 银河古音剧团预计在今年的5月27号来演出 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家庭的收入减少了很多 所以这次我们银河古音剧团 特别捐赠了20个家庭 大概50张的票 给我们基隆家福中心的弱势的小朋友 跟爸爸妈妈可以一起来看这场戏 首先谢谢主办单位给我们家福这么好的机会 可以邀请这么多孩子来看戏 看舞台剧这样子 因为家福一直秉持的教育脱贫的理念 所以我们平常就会希望增加孩子多一点的文化刺激 然后我想说这次有那么好的机会 可以看到那个银河剧团带来的表演 会带给我们小朋友一个非常开心的 而且难忘的一个夏天 一起来歌唱 唱呀唱呀开心的 小天使海地是一出温馨的亲子音乐剧 叙述失去双亲的海地 被带往爷爷居住的阿尔卑斯山 后来又被姨妈带到法兰克福 陪伴行动不便的领龄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海地想念爷爷 却又不忍心离开领龄 温馨感人的剧情中蕴含教育意义 迎合古音剧团 欢迎亲子朋友踊跃来观赏小天使海地 希望小朋友能从轻松的演出中 体会正面乐观的力量 也将温暖传递给身边的人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